主料,高筋面粉250克,小麦配芽20克,牛奶100克,盐2克,白砂糖30克,黄油20克,奶粉10克,酵母3克,外月莓干,蓝莓干,辅料,黄油10克,白砂糖10克,低筋面粉25克。 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主面团的高筋面粉,小麦配芽,牛奶,白砂糖,盐,奶粉,取2克酵母,混合揉成面团,盖上保鲜膜,放在冰霜发酵一个晚上,把发酵好的面团撕碎,放入面包机的底部,然后在面上加入剩余的一颗酵母, 启动和面程序和面20分钟,外月莓和蓝莓干提前用蓝莓酒泡一会,和面20分钟结束以后,再加入黄油和面20分钟,在和面剩下10分钟的时候,加入蓝莓酒泡的外月莓蓝莓干,揉面支出薄膜的状态,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,放在温暖湿润处发酵两倍大,发酵好的面团排气,滚圆, 请发湿到15分钟,请发好的面团再排气,滚圆,烤箱底下放入一碗温水,面团进行二次芭蕉两倍大,二芭的时候制作酥粒,黄油是温软化,加入糖粉搅拌至发白,再加入迪金面粉,混合,用手弄成酥粒,这就是酥粒了,用剩的酥粒密封保存, 预热烤箱,涂上鸡蛋液,在面上加入酥粒,180度15分钟即可,超级好吃,烹饪技巧,以面团必是滚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